你这还换套西装过来啊 一会儿见鬼小 我还奇怪呢 他是带着借款 还款合同过来的 你进去签了字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陆辰 我可以单独和他说说话吗 这次 这次 我是做得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想和你结婚 是真心实意的 我自始至终 对你没有半点想法 自打毕业开始 我们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 小山姐 我和海东 都是小时候的事 再提没意义 不管你对陆辰有什么心思 到今天也该结束了 他爸什么人没人不知道 但陆辰从小到大 没有对不起谁 更没有做过任何一件 对不起你赵敏山的事情 从头到尾 你做得都不抵挡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你们两家就是欠债还钱的关系 你要是再搞不清楚 我就跟你从当年有相亲 你自己的意义 我怎么在阶段主要有为什么 还在这回头 你去找份 我找到这些人 你去找份 是 我再给你才能决定 我找个人 跟上手 我一定会 你真的很决定 许 than 上车 我没有什么正式的衣服 长海洞呢 剑绊主任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就是第一次看你穿西装 乖乖的 我也不是很习惯 这里还和以前一样 没什么变化 没变 西装 你今天这是准备大出血的呀 今天随便点任你们在 那有预算上限吗 一个月工资给你 够不够 那我可要好好看一看了 你好 你好 这个给我们来一份 好 这个你们今天是什么分量的啊 这个只有两斤的量了 那四分应该也够吃 等会儿我给你去看一下啊 好 这个也来一份 好的 他这儿的菜啊 都是按当天的供货价给的 就涂个新鲜 好 十三号桌 结一下账 先生 请稍等 嗯 服务员 结下账 啊 刚出去的那位先生 已经把账给结了呀 账单给我看一下 好的 您稍等 哦 你好 女士 录得实力不错呀 哎 姐 你这个初恋 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吧 服务员 麻烦帮我把这些剩下的菜 打包一下呗 好的 谢谢啊